加州在過去五年花了240億元 處理無家可歸者問題 但有沒有解決到問題呢 州的審計報告就發現 州府雖然花了大量的公帑 但是很多城市的無家可歸者問題 根本都沒有改善到 而且州政府一個專責委員會 並沒有持續跟進成效 嚴劍容報道 加州有超過17萬名無家可歸者 佔全美無家者人口大概三成 無家者營地遍佈全州 是一些像三藩市的城市就更加嚴重 雖然加州政府由2018至2023財政年度 撥出240億美元 來處理州內的無家可歸者問題 但審計發現錢並沒有用得其所 州審計報告指出 雖然州政府持續給撥款 負責協調各個部門 和調配資源給無家可歸者項目的 州政府無家者問題跨部門委員會 由2021年開始 就沒有追蹤項目的撥款和成效 也沒有收集和分析成效數據 報告也提到 州系統內關於計劃參與人數和床位數目等數據 未必準確或者可靠 這個跨部門委員會是由州議會設立 來處理無家者問題 但由成立至今 只有在2017年就資金使用情況發表過一次報告 審計報告表明 由於缺乏可靠和近期的經費運用數據 州政府將會繼續欠缺全面和及時的資料 去評估無家者項目的資金運用 以及項目的成效 州政府撥款比超過30個無家者項目 審計報告檢視當中5個項目 發現只有2個項目 包括將旅館改為無家者支援房屋 以及和房屋相關的支援項目 可能具有成本效益 其餘總共獲得94億元的項目 根本就沒有提供足夠數據 使得州府可以作出評估 審計報告審視了南灣聖路斯 和南加州聖地牙哥兩個大城市 用於無家者的開支 發現這兩個城市由於缺乏開支計劃 因此不能有效地追蹤 有關計劃的收入和開支 26台記者嚴劍容報告 在去年視察聖路斯一個大型無家可歸者營地之後 發起跨黨派議員要求對無家者項目 經費運用進行審計的民主黨籍州參議員 David Cortese表示審計報告顯示 在無家可歸者問題上出現數據沙漠 而最大的問題就是每一個層級都缺乏透明度 兩名共和黨籍的州議員就表示 這份審計報告顯示 加州發數以十億元計處理無家可歸者的危機 但是就缺乏問責 問題並沒有得到改善 而無家可歸者人口就並沒有減少到 這份報告是一個警示 加州需要改用以自給自足 以及具有成本效益的方法 來處理無家者的汗問題